好 接下来咱们看数图形的另一类问题 叫做数长方形 数长方形这个问题很多同学啊 就说听到抖音上的这个秒杀大招和公式之后 照样不会解 来 注意看了咱们这一个系列之后 我教你如何用数线段的方法来数长方形 怎么就数线段的方法呀 注意看啊 在这里边咱们要数一共构成多少长方形 来 我们先分门别类来数 先说由一个长方形组合成的 有多少个 一共有三个 然后再看两两组合成的 这两个长方形 这两个长方形又组合成了一个大的长方形 对吧 好 那有两个长方形组合到一起的 有多少个呢 这儿是一个 然后还可以往右边看 它俩又组合成一个 所以一共有两个 而三个长方形组合而成的只有一个 所以最后组合而成的是多少个 那就是三加二加一 这是一层的它的一个由来 一共是六个 有图片说了说 它跟数线段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有 什么样区别联系 你把它变成看成一个宽宽的线段 是不是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线段对吧 只是这个线段画的有点粗 就是有点粗 好 那咱们来数一数 用打枪法来数 从这个地方出发 打枪一共构成多少个 来一个 两个 三个 于是构成三个长方形 然后再从第二个点 我这儿画一个圆圈 从这个圆圈开始打枪 又能构成多少个 来注意 一个 两个 所以是加二 然后现在从正方形这个位置 开始打枪构成多少个呀 只有这一个对不对 于是是三加二加一 一共是六个 所以注意看 单层的这个数长方形 其实就是打枪法 跟数线段一样的